好 回到現場我們繼續來做討論 這個李四川在昨天到基隆 去幫謝國良加油打氣 另外一方面他也幫韓國瑜暴區 因為他說現在有很多高雄市民 都覺得很後悔 不過川博的一席話 民進黨立委邱毅營他說 川博你大錯特錯了 高雄人後悔的是一開始就投錯人 讓高雄慢了兩年才大爆發 好 是這樣嗎 高雄市議員徐彩珍就直接說了 當年民進黨不是說 陸屏 燈亮 水溝通 這些只是基本功嗎 但是我們來看到事過境遷 現在高雄日前大淹水 之後大家才發現說 其實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夠 把基本功給做好 現在甚至就連登革熱疫情 都比韓國瑜在任的時候 來得更嚴重 好 當年罷韓其實是有很多因素的 當年韓市長被拿來攻擊的 每一件事情 現在不都被高雄市政府 一件一件還給他公道了嗎 因此高雄市民有沒有後悔 相信選民心中是最清楚的 所以網友也直接說了 上一次颱風高雄淹大雪的時候 你怎麼不出來跟災民問看看 他們是否有後悔了呢 好 當然現在民進黨可以看得出來 一直在不停的還給韓國瑜一個公道嘛 好 但是說到韓國瑜 在今年當然是國慶籌備委員會的主委 他已經說了 今年辦國慶就是要凸顯中華民國的元素 好 這有什麼不對呢 民進黨立委王定宇又批評 為什麼國民黨跟韓國瑜一接手 就要貶抑過去八年的設計呢 強調要凸顯中華民國的元素 雙十國慶難道等於國民黨嗎 不容他黨搶走嗎 好 見不得別人做得好 只要是民進黨做的 你批評反對就對了 而且他還說啊 打從心底認同華國美學 好 所以對於國際級的設計 是沒有辦法拖延的嗎 他說不知道自己沒有美感 但是對於美醜設計啊 相信藍營是有自己的主觀判斷的 好 徐巧欣直接說了 中華民國國慶日有足夠的中華民國元素 這不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嗎 在前陣子巴黎奧運期間 大家都想要拿國旗哦 甚至一起罵搶國旗的人 好 但是為什麼在奧運的時候 可以拿到了中華民國國慶日的時候 又不能夠拿了呢 好 時事評論歷史哥也說了 其實民進黨根本就不在乎那面棋子 鬧出了一大堆的笑話 比如說金房部的那個logo 連青天輝都歪掉了 好 針對這個部分呢 接下來進一步再來請教一下 永平姐您怎麼樣看呢 韓國瑜說在國慶日要凸顯中華民國的元素有錯嗎 是啊 所以我覺得立委王定宇的批評 根本叫做牛頭不對馬嘴啊 韓國瑜有任何一句話提到說 對過去的什麼國際設計啊 或者設計師不滿嗎 沒有啊 他只是覺得說缺乏中華民國的元素啊 那缺乏中華民國的元素 這跟什麼黨有關嗎 對不對 當王定宇說 哎呀 國民黨覺得中華民國就是你的 那你講話的背後不是你自己民進黨認為中華民國你不認同嗎 其實今天民進黨所有的問題就是說 他假意的用中華民國 可是內心卻鄙視中華民國 口頭稱中華民國內心裡卻厭棄中華民國 如果他不是討厭中華民國的話 那為何韓國瑜一講說啊 凸顯中華民國元素你要反感呢 你要跳起來呢 這個反應不對吧 如果民進黨跟賴清德一樣說啊 我很這個擁護中華民國 我很熱愛中華民國 我要捍衛中華民國的話 那當韓國瑜講了說凸顯中華民國的元素的時候 民進黨的立委因為起來拍手 說擁護擁護擁護好好好 是不是應該是這樣呢 結果他反而在那邊 不曉得不著邊際的 牛頭不對馬嘴的在那邊講說 哎呀什麼你反對啊 什麼國際級什麼的 其實說實在的台灣的設計力真的不錯 我們憑良心講 那在國際得獎的設計師們也相當的多 那民進黨以前用的一些設計師呢 也不是不好 但是也不是說多麼了不起 台灣找不到其他的人 更重要的是說 設計師呢 他是屬於乙方 你甲方的業者 就像現在韓國瑜是立法院院長 他是甲方 你要求設計師呢你多一點用什麼元素 他就會多一點用啊 那就像許曉欣他們講的啊 中華民國國慶那多用一些國企國慶的元素 是天經地義啊 所以以前民進黨每一次中華民國國慶的時候 都看不到任何跟中華民國任何連結感覺的色彩 或者設計 這才奇怪 那這個奇怪的一點呢 肯定是當時的立法院院長 或者當時的國慶籌備小組 有意的要求設計師說你不可以用這些元素 是這樣的結果嘛 所以今天立法院長業主甲方發話了 他說你中華民國國旗的元素多用一點 那設計師本來就是為這個大會 籌辦國慶大會服務的嘛 他自然會有所調整 那我也不知道民進黨在反對什麼 那除非今天你民進黨 王定宇出來告訴大家說 沒有賴清德講的話都是胡扯的 我們反對中華民國 我覺得王定宇如果把前提講得很清楚 我覺得大家才會服氣吧 那至於高雄的事情啊 我覺得大家政治人物扯來扯去沒有意思 你到高雄的民間這個民眾去問 他們對於淹水有沒有很痛苦 當然有很痛苦 他們對於韓國瑜當時的市政重心 搭配李四川再讓這個水溝清通 路燈變亮路面變平呢 都是非常認同的 那至於內心會不會因此懷念韓國瑜 或者後悔的感覺 那個每個人內心自然有一把尺 今天邱毅寅講的話要不要聽呢 不用聽因為邱毅寅是要去選高雄市長的人 為了選高雄市長不惜的抹黑韓國瑜 我覺得這樣子的人的話呢 我們不需要太去計較 也不需要太理會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高品質的 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ew Your Care